作为医疗保健服务的消费者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帮助管理整体医疗保健成本和医疗通胀 一、对于非紧急治疗 寻求第二医疗意见以获取关于其他可负担 且不会影响所需治疗或服务的医疗建议 二、了解医生或医院推荐的程序、检测和服务 以确认其必要性 三、如需进行某项程序 咨询医生是否有入院的必要 或者可否进行日间手术 这将有助于减少您的医药费 四、出院时坚持要求一份明细账单 以便检查所接受的治疗与服务 并在您觉得某些费用过高或不合理时 询问医院 若您想重新审查您目前的保障范围 或考虑其他选项以满足您的保障和财务需求 请联系您的保存财务规划师或代表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更进一步的协助 请拨打我们的专用热线 我们将会尽全力协助您 保存致力于为您提供长期的财务保障 和安整无忧的生活 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的客户 能够并且会继续在未来的岁月里依靠我们 我们衷心感谢您 与我们的支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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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